来来来来,大家伙期盼了大半年的全新一代Model 3,这回是真的来了啊 时隔七年,特斯拉终于给Model 3这一功勋元老进行了大换代 我先把车订完再给你们讲啊 车辆的外观改变主要集中在前脸和尾部 车辆的大灯和尾灯进行了重新设计 值得注意的是,尾部的logo由原来的T标换成了现在的五个字母标 跟Model S,Model X保持一致 外观也不再是上一代的萌萌脸了 这一代的外观更加犀利,冲击力更强 外观的改变也直接给风阻系数带来的提升啊 从老款的0.23提升到了这一代的0.22 对续号有非常大的帮助 内饰的改动就更多了啊 全车的氛围灯,更大面积的白色内饰 长续航板配备的17个高级音响系统 前排座椅标配了座椅通风 以及依然没有仪表盘的设计 搭载了Model S,X同样的后排操控娱乐品啊 同时方向盘也采用了无挡杆的设计 触摸式的方向盘 同时为Model 3新增的星空灰和烈焰红 两个专属车漆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代Model 3对整车的NVS 也就是噪声进行的大幅提升啊 环境噪声,风噪声降低了约30% 冲击噪声降低了25% 道路噪声降低了20% 不过遗憾的是 新一代Model 3 并没有采用像Model Y那一样的全景的天幕 而且后排座椅的空间 看上去还是比较局促的 大家很关心的续航里程 也大幅提升啊 后轮驱动版606公里的CLTC啊 长续航版713公里 那比较遗憾的是 这次高性能版并没有一起开放预定 大家最关注的价格 也随着配置和续航同比提升了 Model 3的起售价25.99万 相比于8000保险补贴的老款 直接贵的3.6万 昨天几个车友群里都在介财价格呀 大家都猜得很低 就我一个人写25.99万 一个字不差的说对的价格 包括我三周前8月10号的视频 就告诉了所有人 新款Model 3的价格一定会上涨 而不是网传的会降到20万 当时有多少人骂我 那都给我骂懵了 之前我就说了 我这个人从来不蹭改款的热度和流量 我一旦发了改款的内容和价格 那一定是我有了十足的把握才会说 三周前告诉你们新款价格一定要上涨 昨天一字不差的说对25.99的价格 以后要想知道特斯拉最新最准的资讯 看极客阿莱的视频就够了 我能说的时候都会说 而且告诉你们绝对都是准确的 有把握的消息 那么问题来了 同样26万左右的价格 你是会选择更新 更具科技感 续航里上更长的全新一代的Model 3呢 还是更大空间 更实用的Model Y呢 跟着去我们聊聊吧